我们在接触了以后 现在了解 现在这个稀释电子烟 属于一种流行的趋势 这种颗粒状的黄色的 就是合成大麻素的原材料 就是被这些引诱犯罪的人 他就把这个哄露进来 你尝一下我这个 我这个是什么味的 就像我们正常大家发烟一样 你尝一下我这个是细的 我这个是爆猪款的 大家都会不经意的尝一下 就一旦这样染上 就会有种成义 这种是已经经过稀释以后 形成的成品语言 这种加到电子烟里面 就是我们所称的毒品电子大麻烟 是朋友在玩的时候 然后让我玩我就玩了 就朋友介绍刺激 然后就抽了 目前整个还是区域酒吧 包括在国内的内地的 包括我们海南的 整个都是在酒吧 还是接触比较大的 去酒吧玩的时候 在酒吧奔迪的时候 有朋友递给我 这东西好玩 说是什么东西 我说不是毒品吗 他说不是毒品的 验不出来的 当时以为就不算毒品了 他们说这个东西是验不出来的 现在还有很多毒贩 这个在销售的时候 说这个合成大麻素 公关机关检测不出来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的 技术手段来说 已经非常成熟了 是可以直接检测出来的 那现在验不验得出来 验得出来吧 对吧 那谁验了你 朋友 就是类似于吸食毒品 它第一感觉就是 一下整个人就置换了 就那种 就是整个人都是有点飘 就会特别特别晕 然后你就会吐 其实合成大麻素呢 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会出现失眠啊 躁动啊 躁狂啊 抑郁啊 甚至呢 造成出现幻觉和中毒的现象 吸食毒品对人的心脑血管系统啊 神经系统啊 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 前期也给大家做过视频的揭发 哎 滥用 笑气啊 会致人痰痪 也有很多血淋淋的案例 制毒人员 他制造这个合成大麻素 他是没有 手轻手重 他是不知道的 这个含量多少 他是不知道的 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于 你如果使用合成大麻素 他那个中了毒 在医院是很难抢救的 因为第一个医生 对他制造的这个合成大麻素 他不知道 这个成分的含量是什么 第二个 这个成分含量的大少 很容易让他吸食过量 一旦吸食过量中毒 昏迷很有可能就死了 你看过我作品是吧 看过呀 你知不知道那个电子大麻烟是毒品 被抓之前 不知道 你他妈的还不知道 我都播多少期了 整个白假看的假粉的吗 就拍我给我说一句 他说这什么期间 你好好跟我讲话来 嗯 讲话那么吊铃铛了 然后但是我知道好像是裂毒了 就是7月多少号的时候 7月1号你还懂法规 对啊 7月1号的时候被裂毒了 现在很多毒贩都打着这个 这个以合成大麻素呢 是没有被裂管 没有被国家管制的这个旗号 在给青少年非法销售和贩卖这类毒品 说称为是合法的上头药 合法的飞行员 其实啊今年7月份 我国正式整类裂管了合成大麻素 进行回庭物质 抽了多少次 两三次吧 不是是真的两三次 因为我知道我知道 嗯 我知道 我很信你 抓那个回来的话 基本都是两三次 就是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那些台词 你不懂换 有没有推荐给别的朋友抽 有没有 你看 没有真没有 就在外的朋友没有 就在家的话 室友的话就很同样 那些有 有介绍过其他朋友说 这个颜色怎么样了 是不是介绍过 有 那不就是了 我们在这个案件侦破中 有一个嫌疑人 当时就给他吸了几口 他一年多都没有来打姨妈了 父母就带他去医院检查 又带他去精神病医院检查 也没有 就所以说他没有男朋友 也没有来打姨妈 还有又是一个单身的这个女性青年 二十岁 经常吸食这个 导致他的这阅历不规律 这个合成大麻素 通过我们现在的官方数据 通过我们的进一步深入了解 合成大麻素 它只是医药中间体的一类物质 它比传统大麻的危害性更强 因为它是直接化学成分勾兑的 再加 所有东西它对身体的伤害程度更高 你一旦接触就成瘾 它如果给你初次想给你吸食 想给你射套 它就会把这个调的比较浓一点 就是一下子就很容易就成瘾 希望大家能在这一期细评当中 学到新的机器 视频最后也告诫一下大家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